心瘤症 心瘤症其實是先天性心臟病的一種 常見都是因為先天性的原因 當然有極少的病人是後天因素導致的 不過極少 先天性的心瘤症 首先先講心瘤是什麼 其實心臟可能有個地方有個孔 但有個孔的地方其實是可以在心室 或者可以在心房 簡單來說 這是心臟 心臟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就有左邊、右邊 中間其實有個牆壁隔開 如果你說心瘤 就是牆壁中間有個破損的位置 可以被血溝通 這個就叫心瘤 心瘤是有心防性和心失性的心瘤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大約切開了心臟 其實心臟有左邊、右邊 也有上下兩格 上面就是我們講的心房 下面就是我們講的心室 中間大家看到是有個牆壁隔開兩邊 簡單來說 因為那些血靠過植脈去 就會去到右邊的心臟 全部是沒有氧分的血 應該去膨脹上肺道 拿回氧分就會膨脹到左邊 左邊就會經過主動脈的血管 再膨脹到全身 所以理論上兩邊的血是不能溝通的 但是有心瘤的人士 譬如你說在心房 即是牆壁中間有個孔 或者在心室牆壁有個孔 血可以兩邊溝通到 通常左邊的心臟壓力是高於右邊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有心瘤的話 通常血就會在左邊 除了去主血管之外 就會經過孔去右邊 這就是原理 嚴重的後果是甚麼呢 就是如果你說它輕微的 可以導致朋友仔 可能有些病症 可能說調氣 即運動量會差了 腳腫、氣速 亦都可以誘發 比較容易有些心禄不正的情況 另外更加嚴重的 就是剛才說過 血可以長連累越由左邊流去右邊 無疑之中 右邊的心臟負荷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右邊的心臟就會開始發大 而且它流去肺動物的血量會不斷增加 久而久之肺動物的壓力就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它就會落去右邊的心臟的承受 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當兩邊的壓力 相距已經沒有變為零的話 即是大家的壓力差不多的話 血就反過來 可以在右邊流去左邊 剛才說過 如果大家記得 右邊的血是無量分的 如果你說流去左邊的話 左邊就會負責幫血去全身 即是這些無量分的血就會幫血去全身 這個亦都解釋到 為何朋友仔開始 嘴唇會變藍 手指會變紫 如果你說心流真的導致朋友仔有病症 已經開始影響心臟 如果你不理它的話 它日子內了會影響心臟 導致右邊的心臟發大 通常心房的漏會導致右邊的心臟發大 心室的漏會導致左邊的心臟發大 簡單來說 兩者如果你說嚴重都可以導致心臟衰竭 大部分人士都可以 不過最好還是先問他自己看開的主情醫生的意見 剛才正如說 有些朋友仔的心流很小很小 如果他沒有影響到他的心臟功能等等病症 有可能他由頭至尾都不需要處理去到80歲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他老實說可能跟正常人大致上一樣 任何運動都可以做到的 但有些朋友仔如果他導致有病症的話 可能說運動上面可能會有些限制 但如果你說處理了 如果他康復過來的話 其實他跟正常人沒有太大分別 但只不過有一類的朋友仔 如果他心臟已經有一段時間 即他又大又導致他有病症 又未處理過了一段時間 這樣就可以導致他肺動物的壓力過高 如果你說過高的人士做運動 就可能會有些限制 因為如果你說他們做很劇烈的運動 有時可能他的心未必負荷 可能會增加有生命危險 或者可能說有猝死的風險 所以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情況 所以一般如果你說有心流性的朋友仔 我們一般會建議他問回自己處性醫生 看看他現在的狀況去到哪個情況而決定 大家好 今年又來到世界心臟日2022 好開心 今年我們的主題是 互心啟動 Ready Go 今年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譬如有心臟健康講座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的繪話比賽 心臟健康同學日 今年嘉年華是APM 大家記得可以學習玩玩之餘 亦都要學習心臟知識 還有心臟健康頻道 裡面有很多關於心臟健康的資訊 可以給大家參考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踴躍支持 今年的世界心臟日2022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